所謂的一個高速低暴 反而是一些權益大縮水 用原本的子區的話 生育的幾乎是9萬多 低暴人領到4萬多 老保年間一年就會趴了是13萬 現在騰訊已經市值突破3000億 已經深圳帶領騰訊主價全世界 就是這個打工皇帝 柳志平呢 他手中的騰訊股價 換成台幣的話是640億 他吃4歲的時候坐牢 但是在85歲的時候 又成為億萬富翁 一年可以賣出這個 1萬噸的極值 今晚8點國民大會 4萬噸的極值